B.R.C.A.E. 因此他宣布进行预防性双乳腺切除手术 这一决定瞬间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 引发了基因检测的热潮 近几年这项技术热潮扮演至中国 大量基因检测公司相继出现 声称能为消费者提供检测组员 亮点基因 遗传病风险等信息的服务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参与其中 今天我决定要去做一次基因检测 我想知道基因检测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为我做基因检测的机构叫23魔方 是位于成都的一家基因检测公司 在国内 目前主流的基因检测方法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基因芯片和二代测序 而23魔方所用的检测方法是基因芯片技术 基因检测的第一步是收集用户的唾液 所有的唾液管从实验室出发剂给用户 用户在家里自行采集 再由实验室统一回收 基因检测的第二步是从唾液进行核酸提纯 这个里面的样本就是我们用户寄过来的唾液 然后再用这个机器进行一个提取的过程 我们的唾液里面含有脱落的口腔上皮细胞 上皮细胞盒里保存着我们的核酸 而这台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它的作用是把固缩状态的细胞核破碎掉 再用磁珠把里面的核酸粘住 最后通过洗涤把磁珠以外的蛋白质清洗掉 得到纯度高的核酸 基因检测的第三步 基因样本的扩增 当核酸提取仪提纯出一条核酸之后 需要加上一种扩增试剂 让基因体片段大量的扩增 为基因解读提供足够的基因样本 可以看到的它是很漂亮亮晶晶的 因为上面就是73万根探针 这一板一共有96块 一块给一个人做检测 最后一步 把核酸和芯片上的探针放入杂胶炉 进行杂胶结合 然后放到扫描仪进行扫描 得到最终的检测结果 你觉得现在这些用户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来做基因检测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好奇心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我喝酒为什么这么厉害 我为什么是双眼皮 我的祖先到底从哪里来 我遗传了我爸爸的什么样的一些特征 我遗传了我妈妈的什么样的特征 更多的可能是这一部分吧 所以他最后给你的结果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事实 还是说是一个概率 更多的来说是偏向于概率性设计 并不是说基因就能决定一切 虽然你通过你看到这些 这种确实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你在你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 你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会有一些用户 他可能测到一些概率比较高的时候 对会非常紧张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紧张 更多的来说就是 让你提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让你去预防 而对于我自身 我家族里边本身已经有四位男性情形 最后是死于十道癌 然后我做了之后 看了之后发现 我的这一个风险 确实是比别人要高一些 那么我自己对这一块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关心 当家族里不同成员发现有相似疾病的时候 他们便有可能携带着相同的致病基因了 而这些致病基因所引发的疾病 我们称之为基因病或遗传病 基因检测的出现 让人们有机会找到这些致病基因 然而对绝大部分的基因病 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因此人们开始尝试 从源头上去想办法减少致病基因的出现 产前基因检测因此诞生 我找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遗传学系的黄教授 我想知道产前基因检测 是如何影响婴儿出生的 产前基因检测的原理 首先就是说它先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首先得知道 怎么去判定这个胎儿是不是好的 我们传统上是来自于一个 我们叫做先证者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先证者可以是他的兄弟 上一个父母怀孕的第一个孩子 或者家族里有某一个病人 他的临床症状与某一个基因 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我们证明这样的因果关系之后 来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带有这样的因 有这个因 他一定会有那个果 他长大出生之后 一定会有相应的症状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以此为依据 建议父母你是留还是不留 但感觉听上去会有一定的伦理问题 感觉就像是好像在选择一些 对 这个伦理问题一直是存在 如果一对夫妻生出一个有病的孩子 他是有很大的这个社会负担的 他们个人是可能很难去愿意选择 留下这个孩子 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对病人怎么说 这个很难说 因为我不希望这个事情是 由我一个人来决定的 一般来说产业诊断的这个医院 一般是有伦理委员会 我们也会在伦理的指导下 对那些可筛可不筛的 可堕胎不可堕胎的这些 慢慢慢慢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标准 不至于说我们找到一点点的缺陷 我们就这个孩子或者这个生命 就不应该出生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基因这件事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一个机制 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基因技术只是医学技术的一个手段而已 我们目前没有一个趋势说 我们人类会通过基因技术来优化 或者是选择这种所谓优势的人 那甚至比如说几十年后 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基础上是可行 但我们人类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这必须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需要一个基因的多样性 防止基因太纯 基因太纯如果发生一些环境的因素的改变 那么这些个体全部都会死掉 而多样性的基因呢 它基因的群体才可以保证 这个群体总体的这个安全 但是产前基因检测这种 又是一个人为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吗 对 这是一个看似矛盾的事情 但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现在的人类社会有自然的吗 没有自然 我并不认为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对抗 而是人适应自然的这么一个选择 我希望以更低成本的 更少痛苦的方式在自然界存活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选择 输一个优势的人种出来 而是选择我们少一些痛苦的一些个体出来而已 它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大范围的这么一个筛选过程 基因检测提供了我们一个窥探生命秘密的通道 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我们选择和改变生命的力量 或许就像黄教授所说 基因检测在未来可以帮助人类减轻极端的痛苦 但我始终无法想象 应该如何平衡其中的伦理风险 我们是否真的具备了足够的智慧 去驾驭这份力量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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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